玻璃酸钠治疗膝关节炎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 郝杨权 西炎市洪汇医院 骨坏死与关节重建病区 主任医师 提到玻璃酸钠这个药呢 它是一个我们临床上叫 黏弹性补充剂的治疗 它的实际上玻璃酸钠呢 是我们关节 人体关节 它自己也可以分泌的一种组织炎 它可以起到了润滑 营养软骨的作用 如果说外缘性的呢 往往呢 也有这样类似的作用 它的作用呢 包括有关节的润滑 营养 也有一些消炎 紫疼 这样的作用 所以过去呢 大家都认为 都是说加油 像类似我们给汽车 那个周城里面 加油一样的一个理念 但是呢 这个药呢 其实现在研究下来 它不仅仅是加油 还可以有营养软骨 可以消炎 可以止疼 这样的作用 所以它在临床上 现在呢 用的越来越多 它的效果呢 也还是比较可以的 比较可靠的 它有没有副作用 基本上没有副作用 因为提到副作用呢 因为它这个药呢 本身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是我们人体 本身自己也蜂蜜 蜂蜜这样一些组织液 只是我们由于 你注射的玻璃酸弹呢 是人工合成的打进去的 只要你参次注射技术 找得好 它不会引起任何副作用 是人工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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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工合成的